行政長官李家超抵達北京展開訪問行程 先與國家財政部部長藍份安會面 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會持續鼓勵內地地方政府 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和綠色債券 利用香港銜接國際金融系統和專業服務 李家超之後見證香港賽馬會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就加強衛生健康人才培訓簽署合作文件 以及與醫務衛生局就開展本地傳染病預防及應對項目 簽署合作備忘錄 李家超說跨境醫療協助是特區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未來會推動成立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 參與並支持國家醫院認證標準國際化等